大家好,这里是穷奢极欲,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 在不少人心中,日本是个非常适合旅游的国家 而实际到过日本的外国人 也有不少人被当地的风土民情神神吸引 进而产生在当地长久生活的念头 但旅游与生活实际上并不相同 对于许多外国人来说 日本的社会文化是个相当难懂的课题 特别是那些来自欧美世界的人们 这是因为日本被认为是高语境文化的国家 人们的沟通存在高度间接性 而民众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潜规则 这点与习惯了直来直往的欧美社会十分不同 正因如此,在日本生活时 你如果常常搞不清楚状况,不会察言观色 就会被描述做不会阅读空气的人 而遭到排挤冷落 究竟做哪些行为容易被解读做不会阅读空气 而这整道默契为何能在日本社会长期运作 今天就跟着我们一起了解 这个不算是日本独有 却在日本被推进到极致的现象 2019年,有一篇推特文章在日本网友间疯狂流传 被认为是当地阅读空气的高级案例 发布这篇文章的民众当时到京都出差 在与客户会谈到一半时 对方突然称赞他的手表真是不错 楼主觉得有些受宠若惊 开始按照礼节自签并简单介绍手表的功能 然而在对话结束以后 楼主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 这并不是担心对方会认为他在炫耀手表 或是应对上有什么失礼的地方 而关键在于客户根本就不在意他的手表 这整段对话就是京都人著名的画中有画说话艺术 简单来说 当这名客户在称赞楼主的手表时 他真正想表达的意思是 这次的访谈已经谈太久了 该结束了 因为当对方称赞手表 你自然就会看表 也就该知道现在几点 而客户就是利用这个动作 间接暗示对话该结束了 在日本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往往都没那么直接 因此人们必须具备查阴观色的技能 日文将这种技能描述作阅读空气 假如读不出空气 或是读错了空气 都会被贴上KY的标签 KY取自日文中 空气与读这两个名词的开头字母 一直不会看场而说话 做出令人感到尴尬或讨厌行为的人 直一过来中文就是阅读空气 也就是台湾人习惯说的白目 而在所有日本国民中 最擅长用空气对话的便是京都人 他们的说话方式甚至可以难倒其他日本人 即使是土生土长 最有礼数的日本国民 也不见得每次都能理解到京都人的话中有话 另一位日本朋友分享的案例也很经典 他当时在京都散步旅行 一个京都人从他身后接近 友善地询问他是否很享受当地的风景 这名网友礼貌性地寒暄几句 双方便结束了这次的对话 直到后来 这位日本朋友才意识到 对方根本不是要跟他闲聊 而是要借由享受风景 来暗示他走得太慢 挡到这条小径上的其他行人了 类似案例在日本每天都会上演 阅读空气在日本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 像是有日本综艺节目就曾进行调查 整理出11种状况 来让观众检视自己的KY程度 也有厂商开发出阅读空气的游戏 玩家被置于100多个微妙情境 游戏会根据玩家的选择做出评分 其中一关就是在火车上 玩家的座位两侧各是一个空位 这时有一对夫妻上车准备入座 如果你会阅读空气 你就要在对方开口前站起身来 移动座位让夫妻两人坐在一起 这类的情境可说是日本国民从小就开始训练的课程 但对于不少玩家来说 这样的游戏也是反抗现实生活的一个书压出口 特别对于那些整天在阅读空气的日本人 对他们来说这可算是一种解脱 游戏开发商就表示 虽然游戏奖励阅读空气的人 但多数日本玩家却会刻意做出白目的举动 就像网络游戏天堂最早期的广告词所标榜的 实现你平常不敢做的事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北山人指出 对于KY族群的排挤 在日本已形成严肃的社会问题 有时候甚至是校园霸凌背后的原因 在日本经营跨文化咨询公司的科普 也同意上述说法 他认为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间接沟通 但日本社会特别突出 换句话说 在日本不懂得阅读空气的人 就可能会遇到更多难关 毕竟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社会期望 为什么阅读空气在日本如此重要 有观点认为 这和日本是高语境文化的国家脱不了关系 高低语境的概念 最早由美国人类学家霍尔在1976年提出 他在著作中将日本标示为 最极端的高语境文化国家 而高语境文化的特色 就是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 双方会依赖沟通当下 除了语言以外的一切线索 来判断对方真正的用意 而非只单纯解读文字本身 所以这样的对话 通常会充满许多非语言的编码 像是脸部表情 手部动作等 都伴随了大量的弦外之音 这样的交流模式建立在许多不成文的传统习惯 不言而喻的价值观 与社会普遍公认的行为模式上 高语境文化较常见于族群多元性较低的国家 绝大多数的社会组成都拥有相似的文化与背景 才能将高语境发挥的淋漓尽致 而日本有超过99%的人口都是大和民族 国内盛行集体主义文化 又与西方的个体主义截然不同 因而成为世界上最极端的案例之一 日本人无比重视团体和谐 从学校到职场 甚至是日常生活中 人们都会逼着自己揣摩上司或身旁大众的意见 让空气去决定许多事情 日本知名作家三本七评 是最早对该国阅读空气文化进行分析的专家之一 他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空气的研究》中 就从多方角度去探讨日本这种独特的传统思想与秩序 这本书虽然已问世40多年 但书中的观点却完全没有过时 在日本仍相当受到人们欢迎 甚至在不久前的2018年还重新再版 再先研究空气的热潮 刚才我们提过 日本社会非常重视团体和谐 从恐怖的传统私刑春八分就可以看出 而三本七评更引用历史真实事件 解释日方曾做出的许多愚蠢行为 都是受到空气影响 而促成这些后人难以理解的决定问世 像在二战期间让大鹅号战舰初级的决定 普遍被视为有欠私利的愚蠢之举 但时任日军司令部次长 多年后只做出一句无力的解释 那就是当时真的不得不这么做 看在三本七评眼中 这就是日本空气的基本运作法则之一 三本七评点出 日本人常认为 只要决议现场大家的意见一致 而没有反对者存在 该决定的正当性就获得保证 所以在许多情境中 人们倾向不让自己成为那个带来麻烦的反对者 在这样的自我暗示下 即使讨论过程引用了很多统计资料 或甚至出动科学手段与理论印证 也都无法避免最终是由空气做出决定的结局 当前的日本早已脱离锁国时代 阅读空气的文化 属实为许多外国人构成困扰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 不少人寻求专门机构的协助 来培养自己阅读空气的能力 专职教导日本商务礼仪的三品魁 就透露一个跟日本人相处的冷知识 他说 虽然外界普遍认为日本人性格较为内敛害羞 所以在谈话时 尽量不要一直盯着对方的双眼 但如果你全程都没有指示对方双眼 反倒会给日本人可乘之机 对方将会下意识地打量你 从发型 衣服 脸部表情 态度到整体气氛 最终对方的视线还会停留在你的双眼上 给你带来不小的压迫 阅读空气这种麻烦且难学习的民族氛围 不只为外国人带来困扰 就连日本国内也有越来越多人感到受不了了 近年有越来越多影视作品 针对这点加以检讨与反思 当人们努力阅读着身边的空气 个人需求的顺位反倒无条件下降 当每个人都在为了他人的目光而活 处于整个民族的压抑 又会伴随怎样的后果呢 好了 这集的熊涩就到这里 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 不妨在下面留言 聊聊你们的想法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赞好和分享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